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多的招聘正在加速往线上转移 直播带岗也成为了各地政府促就业的新机制 直播带岗究竟是怎么做的 优势是什么 解决了哪些招聘当中的棘手问题 又是如何形成并不断成熟的呢 这是网名叫刀刀姐的主播 3月14日正在做的一场直播 她在直播间推销的并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 而是工作岗位 而刀刀姐的身份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直播带货主播 而是叫做直播带岗主播 直播带岗是近两年新兴起的一种线上招聘方式 具体来说 就是主播把需要招工的企业和岗位的工作及生活场景 用视频 图片等方式进行介绍 进入直播间 想找工作的人可以随时向主播提问 主播和直播间的观众现场互动解答问题 不管距离多远 求职者不用出门 只要用一部手机就能找工作 直播带岗作为一种新型的招聘方式 在制造业用工需求量大的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 蓬勃兴起 江苏省是制造业大省 也是直播带岗网络平台报备企业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江苏的许多城市 直播带岗已经成为招聘用工的重要渠道 我们每年新到昆山的用工链要达到30万到40万 我们整体的用工链可能要达到180万到200万 这个之间 所以说昆山这种直播带岗的模式 就是可能说昆山做的比较多 与传统线下招聘相比 用新媒体手段有它很多独特的优势 尤其在今年 各地都在恢复和扩大生产 许多企业短期内需要大量用工 纷纷组织了招聘团队到老务输出的省份招工 但这种线下方式毕竟花费的时间多 成本高 而用线上直播招聘的方式 不受空间和地域限制 能快速直接联系到全国各地的求职者 求职者只需通过直播间和招聘方沟通 并上传自己的资料和需求 就能匹配到合适的岗位 这极大的节省了求职者和招聘方 双方的时间及人力物力成本 同时直播招聘可以由代岗主播 进行实时的现场视频展示 求职者能身离其境地 看到企业和岗位的真实情况 并随时和主播交流 以便做出准确的选择 23岁的贵州小伙子谢远森 就是用手机刷到了一场 直播带岗的实景展示 从而看中了这家在昆山的制造企业 双方沟通情况后 初步都比较满意 一是小谢从贵州 来到江苏昆山这家公司参加面试 并顺利通过 很快小谢就入职了 在这里坐着过后 感觉这里还是挺合适的 就没打算换了 我的目标就是精神主管 跟小谢一样 甘肃姑娘王雅妮 也是通过直播招聘 来到这家企业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对自己刷手机视频 找到的这份工作 她也感觉比较称心 用气挺好的我觉得 因为确实也是比较真实的 总共我看到的也差不多 我觉得自己用起来也行 小谢他们所在的这家企业 在今年的春招中 有25%的员工 是通过直播带岗招揽 因为前期供需双方的匹配 比较精准 这些员工的离职率大大降低 我们很多的新员工 离职率最高的是在前七天 往往就是员工的信息 认知和实际的 公司提供的匹配度不一致 让员工感觉到 这中间有些误解 我觉得线上解决了 我们很多以前遇到的一些困扰 员工对企业了解的信息面更广 对企业的信任度会提升 而且凯蒂姐这边 也帮大家去看过场 包括她生活区 她的宿舍都是非常熟悉 这种通过新媒体手段 进行招聘的方式 许多地方政府也关注到其优势 大力支持和推动 以帮助解决目前招工 和就业中的一些困难 从2022年开始 江苏昆山市人设局 就组织开展了65场公益性质的直播招聘 由政府部门负责人直接参与直播 广泛邀请企业参加 为当地招工用工 搭建实用高效的品牌 因为有政府的公信力 这个政府做的话可能更有效 我们也积极地欢迎广大的企业 能够自己参与到这个招聘过程中 有为的政府跟有效的市场 才相集合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招聘的效果会更好 刀刀姐现在在做的这场直播招聘 就是由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一场 公益性招聘活动 刀刀姐受邀帮助政府春风送港 促就业 刀刀姐是当地最早尝试 用直播方式带港的主播 它的直播间仅从2023年1月份算起 点赞互动就有200多万 最近做的四场直播带港 共有40多万人次进入直播间找工作 那这个呢是猪脚炖王豆 然后呢我们还有水果 还有一碗汤 汤里面也是有 那看一下有干货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宿舍呢 一个房间呢是有两张床的 不过对刀刀姐来说 做直播带港是她之前从未想过的 去年4月份 由于江苏当地疫情出现反复 人员流动困难 许多企业用工得不到保障 刀刀姐当时是一家 人力资源公司的品牌总监 为打破困局 她和公司商量后 决定利用比较成熟的新媒体技术 尝试进行招聘 快手推出快招工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非常的关注 因为我觉得中文是有一个 就是能利用我们这个新媒体技术 去做招聘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希望能让用户最简单 最快的一个方法 就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在那个4月份的时候 整个昆山就是陷入沉静的时候 我们就立马启动了快招工 我们就来做了一个直播带岗了 经平台审核写资之后 刀刀姐开始了 她直播带岗的新工作 而机场直播下来 效果也让公司非常意外 拨完以后呢 效果呢也非常非常好 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厂的 这个厂关人资呢 在30万以上 然后当时呢 我们拨了三厂 就是我们昆山的 某一家的一个龙头企业 我们就收到了2000份的 这样子一个简历 我们当时以普工和技工为主 是一线的兰岭工人 发现新媒体招聘这个手段呢 反而更快捷 使用直播招聘这种新方式 求职者通过主播现场 展示的视频 能更直观地了解企业情况 为求职带来了便利 那么该如何规范网上招聘呢 相关部门也做了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了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平台需要对企业的资质 进行严格把关 企业是必须有相关资质 才能够来做直播带港的 这个服务的 包含它的基本的 那个工商备案的一些营业资质 第二个事的话 是它必须有人设颁发的 人力资源资质 我们才会让这个企业 完成一个入住行为 并且它入住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会根据它的那个直播内容 短频内容和它带港的一些 后联络的内容 比如说反馈的效率 和它跟用户沟通了什么 去持续考核 它是不是还继续 可以在平台里这样做下去 企业要被审核资质 平台同样也要受到严格约束 如果平台不认真履行审核 和监督企业的责任 则会有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依照规定予以处罚 另外直播带港的主播 也是一个新兴职业 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 并利用社会力量 帮助其提升专业素质和水平 这是由江苏昆山相关行业协会 组织开办的直播带港主播培训班 目前已经是第三期 培训班聘请专业人士授课 给昆山直播带港的主播 进行专业能力培训 以提高其竞争力和直播带港的服务品质 在直播带港的最初阶段 招聘的大部分岗位是一线蓝领工人 而现在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招聘 也逐步纳入进来 路程有戏只要你来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今天的直播影才的环节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 带来了四个岗位的详细介绍 第一个岗位就是电芯研发工程师 我们有年度技巧晋升 年度数值晋升 今年二月份 昆山市人设局就组织了 清华校友企业直播招聘专场 邀请到四十多家 由清华学子 在昆山创办的企业参与 招聘的岗位 许多都要求有本科或硕士博士学历 清华校友在昆山创业 以实战名配 那么他们这些企业需要的人才 更有号召性跟引领性 所以我们想从这个切入点 它是有组织的一种方式 可能是效果会更好 那么高升值人才 我们也在探索 清华能源是清华校友李征 在昆山创办的一家 高科技新能源企业 以往每到大学生毕业季 李征都要派出一个 专门的招聘团队 在全国划出一条线路 到高校集中的城市 选取几所高校进行招聘宣讲 招聘过程至少花费 一两个月的时间 不仅效率低 而且成本高 所以今年接到当地政府举办 直播带岗专场的邀请 李征立即答应了下来 像我们这种快速成长 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有快速新增需求的这样的企业 那么我们也期待各种新的形式 能够助力我们整个的人才队伍 非常高质量的扩大 昆山人设局有了这么一个 很好的想法 我们可以说叫一拍即合 在直播当天 有十几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直播间观看 许多人都投送了简历 互联网的力量确实还是非常强大的 一次互联网的宣讲 至少顶十场线下的宣讲 所以我们在收到的这个简历 有大量是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的 特别是能够很快速地补充到 我们的研发队伍里的这样的候选者 把这些优秀的企业集中起来 形成一个地方性的招聘品牌 这种规模效应 不仅比每家企业单独去招聘 更为有效快捷 而且也为当地的城市发展 做了宣传推广 向外界发出了当地需要高层次人才 产业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信号 从整个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来看 就是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趋势 现在是在进行当中 要跟上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步伐 就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工具 使得他们自身的这个效率 得到一个极大的提高 那服务质量得到改善 在各地政府企业和平台的共同推动下 直播带岗这种新的招聘方式 正在逐渐成为常态 而通过直播带岗等新平台 找工作的求职者的数量 也在不断地增长 2023年全国新春招工会 推出了近30万场云招聘直播 吸引了众多的求职者 仅1月28号这一天 简历的投递量就突破了50万份 充分展示出了这种招聘新模式的 能量和潜力 就业是最大的名声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 创新方式方法 让岗位和求职者之间的通道 更加广阔和顺畅 才能够进一步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 把这件名声时事做得更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